你搞一個活動 你可以提起這個活動怎麼樣 很好 但是你可以搞得更好 為什麼搞得更好 譬如你可以再離婚嗎 你還會出主意 下次活動你找我一起策劃 我可以幫你忙 如果我不行我會找 我們中國裡面有很多 那下次就找我了 那我就學他們啊 什麼事情 你不要 哎呀我又不是大學生 我又不是專家 沒有關係你要有這個激情 所以每次活動 到美國如果有提問 如果你們到其他學校有講座 搶著提問 搶著穩穩提 這樣呢就是把你這種激情 實際上我們有時候抱怨 美國為什麼這個是天花板 我們花人這麼老是不能提升 有一個很大原因為什麼呢 你不合群 大家都是一起幹活的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 有一個 華人那個非常 他在那個辦公室非常敗 一個人平五個人 結果裁員要裁掉一半 那個上面就跟他講 他說對不起裁員 他說為什麼裁我 我一個人的效率是人家的五倍 他說是的 如果你們這個部門只有一個人 我肯定留你 把其他人都走掉 但是西亞裁員一半為裁員 為什麼裁員 他說你看 人家都在西亞講話的時候 你一到辦公室大家就不講話了 人家搞派對 你也不去 小孩要學鋼琴啊 這個派對幹什麼啊 人家倒打扮 你不要打扮 好像呢 就是我們中國家很革命的樣子 我就是女幹家 我最後強領 你不合群 你一個人幹 一個人的工作 但是你一到那裡 本來人家很齊勁 因為你呢 這個傢伙看不到大家的氣氛就不對了 因為他不熱情 你像他很熱情 很齊勁 大家就很開心 所以你不要說 就是努力努力 不是光努力 有一個就是你的感染力 你的我們叫情商 他剛才講的很多自己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世界上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特別說網路經濟思維也好 團隊思維也好 你一定要衝得出來 我們的學生 而且國際學校 你應該比普通學校更有這個 我看你們這個畢業典禮啊這些都很 已經這個活動搞得好 我就得要衝出來 帶頭 請問 你越是有差異 你越不夠 你越是衝出來 你越能彌補就不夠 你越是說在後面 你增加說 你沒有掌勁 就是大學 美國好的大學 他不是培養俗呆子的 他不是培養考高分的人 他是要培養你 將來能夠做領袖人物的 能夠帶領大家這樣的人 那麼這些人很要緊 就是他能夠有激情 他能夠有情商 然後還有幾個例子 美國有 好 可能 要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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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